有乘客躺在地上,其他人上前协助 伊朗马汉航空编号1152班机,载有150个乘客 当地星期四由德克兰飞往黎班乱首都贝鲁特 乘客说当时见到一架黑色战机几乎贴着来飞 乘客机之后失去平衡 伊朗传媒报道,客机当时在敘利亚空域被两架美军战机拦截 双方距离不够100米 客机机师以无线电联络战机,要求战机保持安全距离 飞行追踪网站显示事发的时候 客机在两分钟之内爬升超过180米,又在一分钟之内急降 客机最后在贝鲁特降落,部分乘客受轻伤送远 美军说当时派出两架F-15战机在敘利亚南部的基地上空 执行例行任务,案程序对客机目视检查 双方相距最少一公里,确定是民航机之后立即拉开距离 强调一切按照国际准则 伊朗透过瑞士向美国提出抗议,又通报联合国 警告如果客机返回德克兰途中遇上意外,美方要负责 马汉航空被指为伊朗革命卫队性成女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援 2011年被美国制裁 欧洲多国去年向航空公司颁布禁飞令 有线电视记者卢晓珊报道